我們來看看大家這個小測驗 看看大家回答的情形如何 也就是說我們一般在這個播放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我們從這個數字可以知道 數字比較大的品質會比較好 可是它代表的到底是我們影片的寬高還是其他 我們看看大家回答的情形 這個我已經有開放了 所以您也可以直接看右手邊的統計 好我們按一下 你看這個很不錯喔 然後大家都有很努力做筆記有沒有 這是筆記的數目喔 好我們點開看一下大家的一個回答情形如何 應該不會那麼慢再一次 喔有有有出來了 回答寬度的百日沒有人想要有高度 然後你認為我會騙你的 呵呵 竟然有這麼多人 其他你覺得它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好像回答的比較多 你覺得其他代表什麼意思嗎 等 長高等 長這寬 還是 就是 整寬等長的同時放大 好 那我必須很 殘酷的告訴大家 沒有人答對 呵呵 真的是影片的高度 真的是影片的高度 真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特別了解這個 因為YouTube你平常有沒有在看 其實也不只YouTube 反正網路上已經都有這個這個數字嘛 對不對 那 真的它代表是影片的高度耶 欸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講一下吧 好 這樣你可能就會比較清楚為什麼 其實我們一般常見的 好你看我們在這裡 教材檔案這邊 你點開之後 這裡有那個這個簡報在這裡 這是那個 應該是 我那時候已經把它轉成PDF檔 好 你往下走 好 往下走 在這裡 其實大家都有看過DVD VCD對不對 因為那個年代大家都經歷過嘛 你看喔 我們很清楚知道 DVD比VCD好 然後呢 我們講的高畫質是又比DVD好 對不對 那其實呢 VCD的尺寸只有多少 352240 有沒有覺得現在看起來 回頭來看好像覺得真的好小 352240而已 小小一個 我們現在螢幕解析度 大部分都是多少 可能是1440啊 或者是到1920的 對不對 好 那DVD呢 只有720x480 所以也算不錯啦 那麼 如果是HD 我們一般講的 HD 它有分兩種 有分兩種 其實像有的手機 或者是數位相機 它會告訴你 我也可以拍到高畫質的喔 可是 有沒有Full不一樣 這裡 有沒有Full不一樣 就是前面有沒有這個字 如果沒有這個字的 那這個 720p 指的就是1280x720 這樣知道了嗎 你看 那我們一般講的 那個FullHD就是1920x1080 所以你回頭來看 我們剛剛那個問題 你看喔 在這邊按的 你會發現這個數字 它並不是那種整數倍數的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真正到YouTube上去找找 我們去找什麼 去找那種 有 比較高畫質的 我剛剛那個還不是很 好 比如說這個 好啦 看這個會不會有 比較高畫質的 好 我們看這邊 喔 這個很少 有沒有 欸240 那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的講義面 哪一個有240的 有沒有發現 這是VCD的 所以你看品質是蠻差的 對不對 因為有些人 它 錄下來就是 它可能用比較低模式的 那我們找找 這個 這個是 好 這個 喔 看起來好像有不一樣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後面是什麼 720 1080 然後只要 高於720 有沒有加一個HD 喔 這樣就 大家就了解 其實影片的格式 其實我們生活裡面 事實上就有用到 只是你可能沒有特別去注意到 而已 對不對 這樣 還沒做 會做影片之前 要先了解影片格式嘛 哈哈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機會呢 再跟大家稍微 做個說明 事實上它後面這個 P代表是這樣子啦 就是隔行 隔行掃描的 那其實還有一個 是I的 那一般來講 這個 大部分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P 那麼 在YouTube上它現在有支援到4K的 有部分影片有4K的 有4K的 所以你就會看到它的數字再更高 好 比如說我們找看看有4K的 有4K影像的 有4K影像的 好 你看喔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很可怕 可是這是高度喔 一般來講的話 因為呢 我們進到了這個HD以後 原則上都是多少 好 像我們現在看電影一樣 是幾比幾 是16比9 好 一般我們現在 大部分螢幕都是16比9的居多吧 當然也有16比10啦 比較不一樣 那 像我們在電影院看 也都是這個比例 所以呢 你就是 這個是高度 就代表它後面嘛 後面你再去找 就可以知道時候 前面這個尺寸是多少 尺寸是多少 這樣會了嗎 好 那我就緩解您囉